1月17号的《铁花村》特别不一样 电影《很久没有进我了你》 不仅在台东举办记者会议 更邀请台东的乡亲一起在户外观赏首映会 17号的记者会还有千人户外首映会上 除了电影男女主角戴力忍 又记 导演吴米森都一起出席之外 县长黄建廷 副县长陈金虎 议长饶庆林 市长张国舟等贵宾也参与这场户外电影饗宴 其实还蛮开心参加这部电影的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故事背景地 它的故事都发生在台东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西部一些城市 好比说台北或高雄 其实有很多的影视工业 就是把它们当拍摄地 可是台东比较少 那我觉得其实有点遗憾 因为台东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就我个人而言 它几乎是我整个童年回忆 就是最美的地方 在台东 那所以能够有台东 有电影 然后或是电视剧在台东拍摄 我总是很愿意参与 我很开心 那么今天晚上能够由县政府跟 我们台湾好基金会 还有铁花纯一起来 为大家来举办这个电影的首映 五年前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台东是没有电影院的 现在至少电影完成了 我们台东也有秀态可以让大家来看 我们当然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够一起来支持 这个台东的感动 一路上 我们知道我们碰到很多 对的人 很多好的人 协助张43团队 协助这个梦想团队 祝福这个梦想继续实现 今天不只是我们南网部落的敲 更是我们台东人的敲 相信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首样 首映而同的电影 相信未来我们这部电影的一路上红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位指挥家到部落 被部落音乐感动 之后设法将原住民音乐 带进最高艺术殿堂的故事 不仅记录下原民音乐的感动 更让台东的乡亲 享受了一场户外电影及音乐的盛会 东台新闻成金雄黄威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